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现在台湾的选举越来越热闹 想要当大哥的当不上 不想当大哥的拼命想要当大哥 我这里讲的就是郭台铭 换句话说这个大哥真的不好当 就我所知郭台铭7月4号已经下了一个命令 他要从南部中部北部上来 就是要帮他联署100万票 我的天哪100万票 那真正独立参选只要差不多 你能够联署到35万票就可以独立参选 那郭台铭非要弄100万票 可以说他是因为钱多 所以钱多好办事 今天针对这个问题 我请到我好朋友 华人智库董事长 哲学博士 欧崇敬 欧教授跟大家共同来探讨 欧教授好 小大哥好 请问一下 你郭台铭搞个100万票 那是什么意思 来证明他的实力强大吗 因为28到1万 这个中间就相差了3.5倍 您认为郭台铭真的可以连到所谓的100万票 来逼宫要所谓的朱立伦换猴吗 是我们上个礼拜和有华哥连线的时候就谈到这个问题说 如果郭台铭真的要搞连署的话 好怕随随便便50万票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也知道郭台铭呢 经常就注意着有华哥小弟我的节目常常在看 他一看50万票没问题 他立刻就来一个乘以二 表示他不但没有问题 是非常没有问题 万言之 他这个动作是另类的 闽南话叫做呛下动作 也就是把声音喊得更大声 表示他真的能做到 这个所谓的真的能做到 是说什么 是他要让侯友宜真的就排到 最后一名去 一旦联署如果是100万 他就意味着他拿票 恐怕是300万都没问题 所以郭台铭这个动作很简单 不是在做给别人看 正是在给国民党 以及在给侯友宜本人看 有华哥 当然他要给侯友宜或者朱立伦看 但是我看国民党现在也铁了心 是不会换侯 也不会征照郭台铭代表 代表国民党出身 那换句话说 他就在国民党外面游走 那我知道的是 郭台铭最怕别人看不起他 那他呢就是最近 就是频频的到高雄 到屏东 然后再到桑化 就我所知 几乎每一位中南部立委参选人 国民党籍的都接到了他的电话 他是说他可以随时去站台 然后随时跟他们交换意见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7月4号他就找了周典论 那周典论叫他女儿 叫他女儿在中常会上7月5号可以发难一下 结果呢我们知道中常会开不到20分钟就结束 为什么挺郭的中常委 七家世袭通通都没有出席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7月4号 他真要下定联署的话 那应该在7月23号以前 就会有所动作 既然在7月23号以前 他会有所动作 那饶骨兵团截至目前为止 还要等郭台铭下定 那这些都是他内部的运作 我们现在 我问一个欧教授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如果他连署到真正到达100万票 您认为朱立伦会不会看在这连署100万票的份上 好好的去跟郭谈谈 甚至于带着侯友鱼去见郭 说你们两个干脆搭配吧 欧教授 朱立伦是不会这样做的 朱立伦他的逻辑往往是一个令人打破眼镜 或者跌破眼镜的奇特逻辑 也就是说越不该做的事情 朱立伦越会做 目前为止 我们从评论以来 尤其是有阿哥这个节目 开场以来 朱立伦往往做的事情 都是让大家忽然想都想不到的奇怪动作 也就是说他不喜欢去做让大家感觉到友善的 或者是他不喜欢去做让大家觉得是温暖的 亲切的动作 他反而经常做出让大家觉得莫名其妙动作 换言之间 黄哥刚刚所问的问题是 朱立伦会不会带着朋友去 或者他自己会不会亲自去 这种动作越是跟朱立伦别描头 他越会做反向的动作 有黄哥 刚刚欧教授讲的 的确这是朱立伦的个性 但是欧教授 那我问你 我们两个为什么马上猜朱立伦的动作 都猜得那么准准准准准 弄得朱立伦对我们两个好像是不太谅解 对不对 事实上是这样 就是说大家对朱立伦以往是太过分的疼爱 那我们只是把话实话实说 尤其是敢把他的性格直接说出来的 其实一般人是不好意思说 我们还真的就是他的性格里面 他特别会犯什么毛病的地方 我们把他所有的毛病给直接晾开来说如此而已 那么大部分的来宁名嘴 有一个习惯就是说既然是自己人 那就污望把他稍微包庇一下 或者包容一下 可是这个长期来包容包庇 结果是害了他 最明显的其实就是他那个阿姨 我们都知道在说谁 这个郑阿姨越包容他越包庇他 其实结果只是对国民党有害而已 尤华哥 其实欧教授刚刚讲到的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在于说 朱立伦做任何事他只看自己的好处 他不想去承担任何人的任何责任 那当然国民党他是承担了 所以他才会讲出权力不可分割嘛 既然募款是我募来的 我怎么可能让他一无所有对不对 没有错吧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讲到一个真正的要害 就是你简短简答 就是朱立伦不管侯友宜也不管郭台铭 他们是否能够搭配 反正这两个人跟朱立伦都绑在一起 是不是郭台铭真职不休 而侯友宜呢民调又没办法提升 那他们将会三个人将会一无所有 我所谓的一无所有是政治上的一无所有 而不是钱财上 我认为朱立伦到目前为止的还没有醒来 他是希望侯友宜跟郭台铭两个人互相打得水火不容 而且两个人都投过血流 他认为从这样的发展 也许他可以显示出他才是英明的 但他不知道一旦这个局面出现的时候 恐怕他本来也许还可以活过2024 他现在可能一点机会都不会有了 有话吗 对因为他没有2024 也等于2028的前途就到此为止 虽然他很年轻 但是我还是告诉各位一句话 朱立伦这一次就是搞一个征兆 已经让国民党闹翻天 如果不是朱立伦的话 这件事老早就已经解决了 那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 谢谢欧教授 感谢友华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